好 所有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國民黨立委許巧欣的大公 和她的先生捲入了詐騙案 事件延燒多日 許巧欣每次出來的時候 這個說法是不是一變再變 加上有許多的爆料指出 昨天國民進黨的立委黃傑就批評了 依照過去許巧欣對別人檢視的標準 那他們家應該就是詐騙世家 應該要下台 對此這個許巧欣就回應了 他說黃傑是腦袋有問題 還說他邏輯有問題 第一時間黃傑限期二十四小時 要許巧欣來道歉 不然就將來開告 沒有想到許巧欣在臉書上反嗆 他說絕對不會跟黃傑道歉 要告就去告 今天上午黃傑有這些說法 馬上帶你來聽 應該說許巧欣好像還是沒有發現 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他還是沒有不願意認錯 他其實要認錯的是兩件事 就是他對於這整個家人設詐欺的案件 他第一時間選擇的是說謊 就用對別人人身攻擊 然後來轉移焦點 黃傑表示許巧欣 昨天受訪的時候不斷的爆粗口 這根本不應該是一個公眾人物 應該有的言行 他表示既然許巧欣不願意道歉的話 今天他就會委任團隊的部分來提告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